三藩市 從亞洲闖蕩到荷里活 專訪演員黃京漢 他有時是蝙蝠俠電影裡的會計師 有時是美國隊長裡的議員 有時又是宋朝宰相賈齒道 可以一直參演荷里活大卡士大製作 這個已經是很多演員的夢想 今天我採訪的出生在新加坡的華裔演員黃京漢 就參與了多部荷里活電影和電視劇 這個月底即將上演的工學機動隊 《Ghost in the Shell》裡 他還首次挑戰日本漫畫裡的角色 這部漫畫被譽為經典之作 甚至是電影《客客帝國》的靈感來源 故事的主線探討的是 當未來人的肢體可以被隨意機械改造 那人和電腦的界限就會變得越來越模糊 電腦甚至可以通過網絡接入人的大腦 而操控人類 而主角他們所在的公安九貨 就是一個破解網絡犯罪的部門 Togusa,我玩的角色 是一群人的群組 他來自警署 每個人都來自軍兵 他們也都在 cybernetically enhanced 所以他們都很強烈 他們有各種工具 他人的群人 他有妻子和女兒 為什麼他在這群組 是因為他們想用他 在香港和東京取景 在香港和中國 你能夠終於拍攝 任何時候 你還會找到一個地方吃 喜歡吃都會樂廚的黃京漢 他跟我說 自己最希望擁有的超能力 就是怎樣吃都不會肥 對於他已經實現了 每個男生的夢想 出現在漫畫世界裡 他就表示 自己從小就喜歡看漫畫 都喜歡研究這些角色的時候 帶來的樂趣 天下衛視記者梁麗娜報導